今天我们开始 上次是讲到这个西班牙跟土耳其的那场战争 然后我也讲到就是西班牙在那边没保住图尼斯 也没保住阿尔街利亚利比亚都丢给土耳其了 那么1581年西班牙与土耳其签署了合约 结束了地中海的长期的战争 那么从历史上看地中海这边突然之间就暗静了下来 那么维尼斯、热纳亚、土耳其啊 他们在地中海的这个海军规模实际上都大大减小了 我们后面看不到有大的海战了 地中海的这个后面的海战都已经在世界上别的地方了 特别像维尼斯和土耳其 那么布罗戴尔、罗布戴尔那本书讲起来 土耳其的海上力量的衰弱 不是被勒班托战役给打趴下来 而是就是大家不打了 然后土耳其,养海军是很费钱的对吧 无论是维尼斯还是土耳其 养一支庞大的海军对他们来说都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都不打了嘛 这个海军就不养了 然后再过多少年就发现土耳其发现自己就没啥海军了 所以后来到近代的时候 我们发现世界上海军强国是英国、荷兰、法国这种国家 而不是土耳其这种国家 那么土耳其曾经在最厉害的时候 曾经在印度洋上与葡萄牙打过几仗 这个我以前讲过 土耳其打仗在印度洋上的海军是从地中海的那些军舰运到埃及 拆了 那时候没有苏伊士运河嘛 拆了以后呢 用人把这个木头全都运到洪海这边 重新组装起来 那些大型战舰从洪海里面出去 那么土耳其曾经远征过印度的那个迪乌 我讲过的那时候跟葡萄牙打过一仗 结果葡萄牙打胜了 土耳其甚至占领过肯尼亚的蒙巴萨 占领过一段时间 好像据说后来是黑人起义 当地那些黑人嘛 无论是土耳其人、葡萄牙人对他们都一样的 谁对他们不好他们也会骑 最终好像 反正土耳其也没有能够在印度和肯尼亚建立一起长期的据点 那换句话说 如果土耳其当时在印度或者肯尼亚占领一块小殖民地了 那么我们进入近代 我们会发现土耳其可能也是个殖民大国 那么再加上土耳其这个人的意识 土耳其应该说跟中国还是不太一样 苏罗曼大帝是很有海洋意识的 否则他不会这么着力发展海决的 那苏罗曼大帝一死呢 他那儿子我讲过叫酒鬼什么 什么塞里姆是吧 那家伙就 后来接下去 1581年以后 土耳其陷入了近100年左右的衰落期 那么这个衰落我以前讲过 土耳其那些斯坦都没权了 权都是那些什么皇太后那些 就是一帮女人的爽权 土耳其出现这种情况了 那无力扩张 那么再到100年以后到1683年左右呢 土耳其是再次试图大恢复的扩张 这就是1683年 再过100年 那这个叫大土耳其战争 是1683年到1700年 这个很有名 曾经围攻维也纳 跟维尼斯又打起来了 然后打得蛮厉害的 然后这次土耳其强大 就是土耳其出了几个宰相 蛮厉害的宰相 土耳其实际上这个苏丹也没什么权 宰相厉害的 那几个宰相是蛮厉害的 打了几条大战 但是大土耳其战争那时 土耳其是完败的 从此以后这个历史上我们看土耳其就一步步往后退了 在这之前是一步步往前进的 那么讲西班牙1581年 尼德兰北方七省宣布不再向菲利二世效忠 那么荷兰共和国正式独立的 那么西班牙实际上一直到1648年30年战争后呢 西班牙才正式承认了荷兰独立 那么1578年呢 这个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迪安远征摩洛格之国讲过 战白身亡了 1581年西班牙军队进入葡萄牙 那么菲利二世成为葡萄牙的国王 那么法律上虽然仍然是两个国家 但葡萄牙实际成为西班牙的部分 那么想想当时西班牙啊 利比亚、土尼斯、阿尔地利亚全任给那个土耳其了 荷兰 荷兰应该是我们中国人讲起来的 应该是他的龙心去抵抗的 不要了 独立了 但是呢 好歹拿到个葡萄牙 也算是一个 但是拿到葡萄牙可包含了葡萄牙在印度洋上所有的殖民地啊 这么大一个地方 好 那么接下去菲律宾又占领了菲律宾 那么西班牙又占领了菲律宾 那么应该这样讲 1520年麦正伦已经到达过菲律宾了 此后呢西班牙航海家也多次到达 但是一直到1565年这个乌尔达涅塔这个人 发现了北太北海的洋流规律 西班牙人可以建立起从亚洲和美洲之间固定的航线 那么这时候西班牙的军舰啊人啊可以远远不断来到菲律宾 那么1571年西班牙建立了马尼加城 开启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中国和欧美之间的贸易 白亿已经开始流入中国 那么然后因为本来不是有一条线的嘛 划着哪边跪西班牙哪边跪 那1581年这个葡萄牙实际上已经变成西班牙的一部分了 所以这条线也没什么意思对吧 那么随着菲律宾殖民地的建立 那么再加上1581年那么合并葡萄牙 西班牙开始着手计划入侵中国 那么这件事情是真的 今天网上有人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文章 当然有的文章讲的有些夸张 西班牙入侵中国可是一本正经制定了好几套计划 一个呢你想他灭阿兹泰哥 灭金加帝国让他有信心是吧 一开始最早那个菲律宾总督说给我几百个人 我就可以把中国给灭了 把中国全部纳入我西班牙帝国的领土 后来这个计划的西班牙国王肯定看了笑了 后来经过仔细的斟酌各种 最后的那个计划规模其实蛮大的 西班牙要出动五万士兵好像 准备往菲律宾调五万军队过来 来大规模的入侵中国 然后入侵中国以后怎么管理中国 怎么推广天主教 他们都已经制定了一整套的这个方案 当然后来了 毕竟那个英 我知道西班牙不是在跟英国荷兰打仗吗 这个最后也被英国荷兰打败了其实对吧 所以说他也放弃这个计划 那么要注意1581年是明老的万里九年 是张居正是这一年开始推行一条编法的 那么其实张居正推行一条编法 可能不知道听我这个讲座的人了解不了解一条编法 一条编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使用货币进行结算的那个税 西方国家在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让了百姓交税的时候 交的还不是货币 交几头猪上来交几头牛上来也算交税 交多少粮食对吧 那么张居正是明朝的时候 就是张居正采取一条编法 就是全部所有的结算全部以银子结算 那么你也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不是产银的国家 中国经营是很贫乏的应该说 但是明朝这个时候张居正居然用银两来对全国的所有的税收经营结算 包括农民 农民交税不是交粮食 必须把自己的粮食卖了 改成银子交上去 是吧 那其实说明中国当时家家后后有银子 对不对 银子在中国 那么主要一个原因 当然是明朝中期的时候 日本的银子大量进入中国 明朝后期其实从这个时候主要就是美洲的银子 说出来就是墨西哥和秘鲁的银子 大规模进入中国 那墨西哥秘鲁呢 西班牙人一开始是抢阿兹泰国 抢印加帝国的东西 抢东西没多就抢完了 对吧 阿兹泰国印加帝国再富裕也没多少 国库里面也没多少金子 然后接下去就发现了大量的银矿 无论是北美洲南美洲都发现了好几个大的银矿 所以这个银子是源源不断的流入这个 通过各种途径 首先是流到 你要想当时欧洲真的是 马克思这句话觉得讲的是对的 欧洲这个资本主义发展 每个毛孔里都沾着雪 沾着美洲人民的雪 真的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这么多金子银子从西班牙手里拿出来 所以它流入中国 你看是银子流入中国了 但是银子为什么流入中国 它们是买中国的东西了 那么它们可以穿上丝绸了 用上中国的瓷器了 这是富裕生活的象征了 对吧 应该是这样的 也是这个 稍微介绍一下啊 接下去今天的主题就是 今天主题其实是英国伊丽莎白这个时代啊 那么西班牙开始与英国和荷兰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冲突了 那么1581年 与土耳其牵手传约以及得到葡萄牙以后呢 西班牙开始全力对付英国和荷兰 那么1587年呢 这个伊丽莎白一次处死了这个 把那个苏格莱玛丽给杀了 受到罗马教皇的强烈检测 罗马教皇宣布废除伊丽莎白这个王位 那么费列二世就开始大致入侵英国了 这个是一本正经准备入侵了 今天主题其实就是这个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这个时代 伊丽莎白一世它是1558年 它继位的时候是25岁 它的宗教皇宣布废是为了摆脱 对西班牙和罗马教皇的控制度 恢复赫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英国圣公会 女王兼任英国宗教典 又一次脱离 刚才不是她姐姐那个玛丽 薛星玛丽跟菲律二世结婚了 西班牙和英国合成一个国家了 又脱离罗马教皇了 问题是出在一个女王担任宗教领袖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今天是懂的 其实要把宗教的权力掌握在国家手里 结果导致英国又出现另外一派人叫清教徒 就是宗教改革原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相信圣经 相信耶稣说的话 不要去听罗马教皇说的话 现在你让我们不听罗马教皇 要听你英国女王说的话 你女王相比之下 女王其实还不如罗马教皇 怎么可以这样呢 所以有些英国就产生了个清教 清教他是信圣经爱非罗马教皇 更不应该去信国王说的话了 所以呢清教徒就反对国王为宗教领袖 也因此在英国国内是不受待见的 那么这批人后来成为移民美洲的主要人群 英国后来大量的人移民到美国 最早移民 我们可能听说五月八号 为什么呢 他们因为反对国王吧 反对国王你在英国还能待下去吗 肯定日子不好过了 那些人一开始想移民荷兰 一开始因为觉得荷兰是自由的国家 荷兰是宗教自由的 但是荷兰这个地方这么小 已经出了这么多人了 你过去你也不一定有工作做 也没有地给你种 每周有的是地方啊 至少你可以找一块地方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吧 所以大量的这个 英国人那时候后来 主要是清教徒 最早清教徒移民美洲就是这批人 那么在外交上呢 他是积极支持荷兰独立 就是幸灾乐祸对吧 海洋政策 他支持海盗抢劫西班牙从美洲返回的船队 女王甚至可以通海盗签合同 对抢大的财产进行分成 就是你出去抢啊 我支持你抢 抢完了以后 比如说你一秀船出去 不是有的时候女王也投资 我投资多少钱了 抢的东西十分之一归我啊 跟女王签好合同 好 介绍几个当时著名的这个海盗 首先就是这个约翰霍金斯和这个法兰西斯德雷克这两个人 约翰霍金斯他们是在伦敦公开募集资金说我要组织船队 那么人家说你募集资金就像我们现在什么什么 啊什么招股是吧 找投资人是吧 我们投资干嘛做什么事呢 他说我们是从非洲去抓奴隶卖到美洲 当时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 就是随着这个美洲土著的印第安人 我说人口已经急剧下降了对吧 那么美洲土地这么大 有这么多盈眶还有这么多土地要耕种 所以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从非洲抓黑奴 从非洲把黑奴抓到美洲 这就是大的黑人移居美洲的原因对吧 我们如果看这几百年里面几亿黑人被有人统计过的 这个数量达到几亿的那个青壮年黑人被送到美洲做奴隶 这就是刚开始 他对外宣称是从非洲抓奴隶运到美洲 其实呢他在大西洋上打劫 因为那个船就是葡萄或者西班牙的船 他就运着奴隶的 然后他们打劫 打劫他的奴隶也是财产 把那帮奴隶产过来 然后到美洲跟人家说我们是从非洲抓来的 在卖 因为当时消息也不灵通啊 举个例子他在大西洋上打劫了一艘船 对吧 然后他自己开到美洲去卖的时候 人家那个港口并不知道他是打劫来的 西班牙人当时西班牙、葡萄牙人并不知道 以为他们是从一开始还没管起来的时候 比较有名的是1562年 打劫了从非洲出发的葡萄牙的船只扎花三百余米黑奴 再转手卖到加勒比海的西班牙殖民地 然后呢带回经营回到伦敦回报托资人 大家都赚钱是吧 大事就这样 1564年伊丽莎白女王也成为她的投资人 因为不是国家行为 西班牙和葡萄牙只能向英国抗议 抗议我们抗议谴责 但是女王说这个我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他是去打劫的 女王实际就是这样的行动 德雷克这个人是大大的有名 他是约翰霍金斯的表弟 霍金斯后来不做海盗了 霍金斯女王都分开为贵族了 带了这么多钱回来是吧 你看英国那个时候把海盗都封成贵族了 霍金斯的表弟他早年是一起做好调的 1568年9月 约翰霍金斯的七艘船驶进墨西哥的圣湖湾 什么德乌鲁这个地方 像过去一样贩卖他们船只上 不知道是直接从非洲抓来的南海 还是从大西亚打击下的黑奴 不久遭到西班牙海军的包围 西班牙海军一看啊 这七艘船就是海盗 打了一仗 最后英国方面只有两艘船逃离 逃离以后回去就跟英国女王说 不得了啊 这个西班牙人打我们了 是吧 那么这件事情今天被历史学院称为西班牙和英国关系史上 这个珍珠港事件 接下去没有正式宣战 女王跟英国还没跟西班牙宣战 女王就给他家 他打你你去打他 结果呢1572年由德雷克率领了一仗船上攻打巴拿马 当然西班牙方面把他打 这种忽悠胜负对吧 1577年在伊丽莎白女王的自助下 德雷克组织起三艘船 原计划是前往南美洲打劫 你看啊德雷克的环球航行啊 当时英国船队 当时一班英国的船还没有去过南美洲 西班牙在南美洲广大的领域对英国来说仍然是个传说中的地方 他们已经听说了南美洲也有很大的一块地方 应该是出发三艘船是大船还有两艘船 出发是五艘船 1578年6月在今天阿克廷附近 德雷克挫败了船队中谋反的阴谋 抛弃了两艘船 并把旗舰改名成为金布号 是金色的路 这是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投资人里面有一个比较有钱的投资人 这个投资人穿着盔甲 说是他那个盔甲帽子上面有一个金的路 所以把这个船改成金布号 1578年8月穿越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 然后开始打劫智利和秘鲁 那么他们在穿越麦哲伦海峡的时候遇到风暴 两艘船之间失联 最后德雷克只剩下的金布号自己 两艘船失联一艘船是再也找不到了 还有一艘船自己回去了 回英国去了 那么他们1578年8月他们穿越 进入太平洋打劫智利和秘鲁的时候 你们想想智利和秘鲁从来还没见到过海上来的这么强的 小海盗可能有的 西班牙方面有一些小的海盗抢东西 治安问题是有的 没见过一本正经的带着大炮的那种船 因为当时秘鲁刚把印加帝国给灭了嘛 主要就镇压当些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也不会开这么大的船过来 秘鲁方面完全没有放飞 这里的船只也没有太强的武装 那么打劫了秘鲁就沿着海岸线打几个城市 抢东西啊,其实就是抢到 装满打劫来的金银财宝 德雷克已经完成了任务 他们准备返航了 因为打劫嘛,成功了 准备回去 又给女王送钱去了 结果呢,西班牙秘鲁方面 其实秘鲁方面已经准备好了 你知道你们要返航了 在麦哲伦海峡附近准备了这个舰队 德雷克就不敢原路返回了 他知道往南走,回去的话 那个西班牙人肯定要抓我的 于是他继续向北,穿越迟岛到达墨西哥 又洗劫了一些墨西哥的城市 墨西哥这边的城市是没见过外面的谁来打击 这么强的军队来打击 对吧 当时对北美洲北部的烫写场 且在进行,德雷克希望继续往北 或许能够发现传说中的西北航道 绕过加拿大北部返回英国 对吧 所以1559年,他到达了加拿大温哥海附近地区以后呢 他就立下了一块铜碑 宣称这里是英国的土地 这块铜碑在1933年被考古学院发现 上面写的就是我们1559年到这个地方了 这块地方归英国所有了 这是第一次最早的英国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他船开着,绕过加拿大好像没什么希望 最后呢,他们又不敢往回走 如果返回墨西哥或者密罗,西班牙人就在那边等着他 所以呢,他横穿太平洋,经过三个月时间 他们到达了摩鲁加群岛,印度尼西亚那个地方 然后边航行边避开葡萄牙人 1580年6月绕过航旺角,9月终于返回英国 你看西方国家当时是一艘船的这种航行能力啊 对吧 德雷克是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二次环球航行 第一次是1521年,1519年到1921年那个麦哲伦的航行 历史两年十六月,出发时五艘船160人 回到英国是两艘 一艘是在麦哲伦岛好像十年后自己返回英国 56个人回来,别的人都死了 伊丽莎白女王亲自登上京都号,驾降德雷克,封她为骑士,英国海军的副总司令 你们去看伊丽莎白这个国策跟菲利二世这两个人一对比 你们就知道为什么英国强大起来了,西班牙摔倒下去 真的一对比就知道了 满载着打进来的金银财宝,当时价值约50万亿镑 相当于英国王室一年的总收入 英国女王夏令,永远保存金铺号 这首船永远保存下来,中国一个纪念 金铺号原船一直保存到1650年,保存了大概将近100年吧 因为木头腐烂而无法继续保存 今天伦敦仍然有她的是原尺寸的复制品,在伦敦 这张图是维基百科上找来的 这就是德雷克当年从英国出发,一路打劫 他可不像麦哲伦是探险,他是打劫 现在这里打打打打打打打,不敢往回走 只能继续往北,到墨西哥打劫 一直到加拿大这个地方 他本来是希望这里或许能从这里返回英国 结果这里越走越看起来不像,海岸线往西去了嘛 所以他就穿越到达印度尼西亚这个地方 再穿越好,最后用两年十个月,将近三年时间到英国 这是人类立场第二次,有史记载第二次 后面环境航行就多了 这就是金禄浩之书传的复制品,1973年做的 这样一首翻车吧,翻车 那么伊丽莎白他的政策 伊丽莎白你想,他25岁女孩子,25岁继位 他一岁的时候,他妈妈就被人给杀了 然后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所以他对婚姻家庭其实是已经没有什么希望 所以伊丽莎白怎么说呢 他说我把自己嫁给,我不嫁人了 我把自己嫁给英国了 伊丽莎白也有道理 就是他一心想发展他的国家 对吧 那么介绍几个人物 一个有名的叫沃尔特雷里 以前那个电影啊 就是讲伊丽莎白那部电影里面就有这个人 然后呢,他比较有名 他曾经给伊丽莎白国王写了一封信 他这封信里有这么一句话很有名 就是,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 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 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他自己也是个航海家 1584年他建立那个菲基尼亚直辈地 那么为什么取名菲基尼亚 我知道菲基尼亚就是处女的意思 其实也是给伊丽莎白女王献阴险 就是我们处女女王的地方 那么沃尔特雷里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八卦的事情 这是这样的,伊丽莎白自己没结婚 伊丽莎白作为女王嘛,肯定有很多女佣人嘛 就是侍女嘛,对吧 那些侍女,听伊丽莎白不能随便结婚 不能随便跟男人好大 一定要伊丽莎白让他嫁给谁还是嫁给谁 结果呢,跟伊丽莎白关系最好的那个侍女 伊丽莎白女王的闺蜜 跟沃尔特雷里悄悄的好上了 懷孕了这么大概已经 我把伊丽莎白给气了 伊丽莎白自己没男朋友嘛 身为女王就没男人嘛 哎呀,我手下这些女孩子都 不过最后呢,伊丽莎白比较宽容 最后还是成全了他们两个 还是让他们结婚了 然后等到伊丽莎白死了以后 这个沃尔特雷里后来是被处死的 他是因为一个什么事情得罪了后面的国王 被杀掉了 还有这个人也比较有名 叫约翰·狄一 这个人呢,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 诺斯丹玛斯一样,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预言家 当时那些国王啊 都养着很多什么预言家 魔法家什么各种人都养的 他是伊丽莎白时代天文速学 占星预言魔法家 但是呢,不管他这个身份怎么样 其实伊丽莎白心里很清楚的 他不是养着他的 他有的时候给他点钱,让他活 有的时候他不给他钱的 他这样你说的那些东西 这个预言家嘛,乱说一通的 但是他有一本是明确提到了 第一次出现这个单词 就是大英帝国这个单词 他是建议伊丽莎白要建立一个大英帝国 前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就是伊丽莎白黄金时代 约翰·狄一就在伊丽莎白面前表演了一发算什么占星术 伊丽莎白的占星的结果是什么 他说一个帝国即将消亡 另外一个帝国即将崛起 他的意思就是说西班牙不行了 以后就要看你英国伊丽莎白了 很迎合这个女王的想法 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 这本书名很长 中文有一作叫完美的航海书 应该是讲怎么航海的 这本书的封面是这样的 今天还有这本书 没有这本版 这是他的标题 这是他的封面那张图片 把这张图片放大一下 我们仔细看 这是一艘船 女王这么大个女王 女王就是把女王放大了坐在这个船上 对外面指指点点 这是海洋 这上面有各种神啊 什么太阳啊 各种星星 对吧 这是各种船 这应该是英格兰 这应该是新大陆 他的意思就是说女王就是航海 走向海洋 为什么西班牙强大 就是因为有广泛的殖民地 我们英国也要出去建立各种殖民地 对吧 这个书是 这张图是比较有名的 就是女王出去 各个地方的人都跪在女王 陆地上的人 不是每一个人啊 有的人跪在女王面前给女王磕头 所以我相信这个伊丽莎外女王看见这样一幅画这种感觉 作为国王一般都会有这种喜欢这种感觉 那么英国荷兰跟西班牙就打抢 1587年伊丽莎白处死苏格兰玛丽 双方战争正式爆发 西班牙组织了130艘大型战舰的无敌舰队准备登陆英国本土 那么英国与荷兰是没有关系 荷兰也提供大量战舰帮助英国 1588年在印记里喊一下这个格瑞弗兰海战 英国舰队是大败这个西班牙无敌舰队 今天有人分析主要西班牙败的主要原因是风 还真不能怪西班牙当时那几个将领 那么同时大风把大量的西班牙船只吹向北海 最后只剩下43艘返回西班牙 德雷克是当时英国那个舰队的副司令 这个人是总司令 总司令 但是这个人没有德雷克这么有名 你们如果看这些电影可以看到 德雷克只会作战的 这场战役 还有一些故事说什么西班牙军队即将到了 德雷克还在玩什么游戏大概 根本就是无所谓 我一定能打败西班牙 那么这个格瑞夫兰海战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次大规模的海战 这场海战基本上就从此以后就决定了英国和荷兰的海上力量是要强于西班牙了 那么西班牙舰队溃败以后 英国派遣德雷克直接 英国也很厉害 大家都打对方本土 直接进攻西班牙本土 希望登陆后呢组织葡萄牙人起义 因为当时不是西班牙推命葡萄牙吗 葡萄牙有很多人就希望英国派兵来 我们可以反抗葡萄牙 但是呢英国舰队也基本上全军覆没 也被西班牙打败了 那么之后呢德雷克又率领海军 进攻加勒比海的这个西班牙殖民地 在今天这个布多利格的圣湖湾 遭到惨败 德雷克本人受伤 那么1596年是应兵在巴拿马去世 德雷克是这样一个结局 那么顺便一下荷兰方面 荷兰方面主要在陆地上打 因为比利时这块嘛 还是属于西班牙的嘛 西班牙虽然多次进攻 但都遭到失败 荷兰军队也尝试进攻 南部的尼德兰也失败 当时荷兰军队统帅是沉默着威赖的儿子叫莫里斯 荷兰兴的执政 这个莫里斯的军队里面有一名士兵 这个士兵后来是大大的有名 他的名字叫迪卡尔 迪卡尔当年就是跟莫里斯打仗的 但是后来战争结束以后 迪卡尔就留在荷兰 就开始研究他的这个询问 有很多故事说莫里斯的军队在行径中 迪卡尔不是也是军队的一个士兵嘛 路过一个地方说人家墙上贴着一个什么数学问题 迪卡尔马上就把这个数学问题给解了证明了 这是传说故事啊 不知道什么证明了 这么折腾的吧 跟土耳其打卖也输 跟英国荷兰这个无敌军队也被打卖了 菲利亚士那个时代大概比较开心的就是把菲律宾给占了 把葡萄给占了 对他来说也就这么两个安慰 1598年他去世了 出生是1527年 他跟那个希利夏白仪是一对军阳 两个人年龄差不多的 他是1556年到又在位43年 那么布罗戴尔对那个菲利亚士的评价是这样的 他并不是一个具有着实远见的人 他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连续不断的没完没了的琐事 他对文件的批准没有一个不是针对具体而微的事做出来 其中有他的命令 有他的意见 甚至他对某个拼写错误或者某个地理错误所做的改正 在他的笔下从来没有过总体四线和宏图大略 这也是菲利亚士的 那么我们也看这个 在菲利亚士统治下这个西班牙 实际上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战略 大的战略目标 比如说我要保住荷兰 或者我一定要打败土耳其 或者我一定要在海上怎么样 他就是遇到什么问题 今天跟土耳其打打 明天看荷兰不行了 派一个将军过去打打 对吧 实在看英国开不顺眼了 把斯克莱玛丽杀了 他找到一个借口准备登陆英格兰了 对吧 也就是这样 差不多没几年 这个差五年 这个伊丽撒拜一世也去世了 你看伊丽撒拜一世比菲利亚士小五岁 在位年份也差不多 也在位四十五年 也就是两个人是那个 伊丽撒拜一世去世的时候 打败了西班牙 英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流强国的 那么伊丽撒拜继位的时候 英国仍然是个中世纪的国家 那么等到他去世的时候 英国已经成为一个近代化国家了 那么他死了以后呢 就是那个玛丽的儿子 我讲过苏格兰的 詹姆斯一次继位成为英国国王 那么因为是苏格兰入驻英国 加上詹姆斯一世少年时代的经历啊 使得他为人处生是相当简直的 詹姆斯一世这个人一生是很简直的 你想他妈妈被人杀 他小时候那些经历 对吧 这是当然的事情 好 终于这个菲利二世也死了 伊丽撒拜一世也死了 对吧 终于啊多年来对法国土耳西英国荷兰的战争 是耗尽了西班牙的国力 我跟你讲 菲利二世作为世界上第一号最强大的国家的国王 对吧 而且从美洲每年运回这么多金字银资金财报过来 菲利二世一生整个统治四十几年前 宣布过四次西班牙政府破产 那宣布破产其实就是不还钱了 就是西班牙政府欠了好多银行的钱不还了 所以你说银行是不愿意给他贷款呀 当时银行主要 你看西方国家是蛮有意思的 你看西班牙跟荷兰打成这样是吧 荷兰的银行还能给两边都贷款 也蛮有意思的是吧 意大利的银行也能给他们贷款 但是你贷款你得还不还就破产 破产就清算 我就这么点钱了 没了 然后打荷兰打到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西班牙在荷兰那些军队啊 都发布出军下以后都滑变了 有的人就投款荷兰那边去了 这仗势没法打下去了是吧 那么新纪委的菲律三世呢 着属于英国荷兰进坛了 加上1603年伊丽莎白也去世了 那么纪委的詹姆希斯呢 他性格比较沉稳 对吧 1604年英国与西班牙终于签署合约 在那边呢 1609年西班牙与荷兰签署了十二年停战协议不打了 打不下去了这仗 但是西班牙可没有承认荷兰独立 西班牙说十二年后我们再战 十二年后就荷兰已经是不得了了 已经是在欧洲政治舞台上 荷兰已经是称霸世界了 已经是这样一个国家了对吧 那么在世界强国的舞台上 英国荷兰已经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那么今天一个主要的就是讲伊丽莎白这个时代 为什么讲伊丽莎白这个时代 英国从一个中世纪国家变成了一个近代国家 我们听听那个时代出现的一些名词 比如说伊丽莎白时代 我们已经能够听到公司专利 能够有这样的科技人物 什么普拉特啊培根啊这些名字 文学上比较有名的莎士比亚 我今天可能来不及讲这么多 我看看时间关系啊 公司是怎么来的 我们今天到处开个公司是吧 那么本来中世纪的欧洲这些城市都有行汇的垄断 什么叫行汇 就是我之前讲过 行汇都垄的 比如说你是做泥水匠的 假如说泥水匠有个行汇 那建筑行业都只能泥水匠行汇下面的人做 比如说建筑行汇啊 别人如果另外来的一个人说我要给人造访 这不允许的 要到官府去的 行汇垄断 这叫行汇垄断 然后呢所有的垄断都有国王发特许状 英国当时大概也有十几个行汇 垄断了这个轮动的几乎所有的这个商业的情况 但是呢很快出现了一大批各种国家 贸易公司叫特许公司 那么公司这个词 康培林这个词来源应该是一大 就是以前好像这个词的起源 好像是以前雇佣兵的那个队伍吧 一群人啊 就这个意思 这个单词是这么起源的 但这个时候呢是指什么呢 伊丽莎白一世这个时代 包括烧钱 英国已经成立了很多公司 与现在的公司不同 最大的公司都是由许多商人投资 向国王申请贸易特许状 垄断某一项贸易 国王本能也可能加入其中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准备合伙干一件事情了 一定要找到国王 找到英国国王 一般这些人也都是贵族或者有钱人 找到国王以后呢 由国王宣布一个特许状 允许你做这个生意 并且只允许你做这个生意 别人不允许抢你这个生意的 当时 所以那个时代所有的公司 不是说你想成立一家公司就能成立的 你跟女王关系不好 你不会让你成立公司 一般公司特许上都有女王亲笔钱资的 比较最早的一个公司 1555年叫莫斯科公司 我讲过的 这个威洛比前色的1553年远航到达了俄罗斯 对吧 那么1555年 当时还是玛丽女王 特许一些商人开办了这个叫莫斯科公司 专业于俄罗斯的贸易 那么这样呢英国得以绕过哈萨同盟控制的波罗迪海 能够从挪威外面对吧 这是比较早的 接下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公司 首先呢1557年成立了西班牙公司 虽然一边跟西班牙打仗 一边还得跟西班牙做生意 也就是说可能英国的一帮人找到那个英国女王 我们要跟西班牙人做生意 那女王就颁布一个特许状 但要注意啊举个例子来说 与俄罗斯做生意只允许莫斯科公司做的 别的公司不允许的 别的人都不允许的 都犯法大数学 所以对西班牙做公司只有这个西班牙公司 所以说如果你想跟西班牙做生意 你得想办法挤到这个公司里面去 买他们的把里面一个什么人的股东 比如股份买出来 或者你加入他们 你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当时是这样一情况 1579年成立这个Eatland公司 这是特许对挪威、瑞典、荷兰以及波罗地海的贸易 1581年是成立土耳其公司 1888年成立摩洛威公司 1600年成立的这家公司 可是大大的有名叫东印度公司 对吧 但是刚开始东印度公司还不怎么样 赚的钱也不 东印度公司老跟这个下面这个利凡特公司吵架 这个1605年成立利凡特 利凡特这个词我这里是没介绍过 西方应该有些人应该知道 利凡特就是指这个地中海东部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这块地方 英文里有个单词叫利凡特 那块地区叫利凡特地区 成立利凡特公司是通过比如说埃及、叙利亚买东西进来 那么东印度公司是绕过这个 像葡萄牙人绕过那个海洋到印度去买东西 所以这两边他们就惊吵了 所以这个利凡特公司和那个东印度公司间矛盾很深 当然了随着历史的发展 这个利凡特公司是越来越 我们后面都没听说过这个公司 对吧 东印度公司后来可不得了 成为世界上东印度公司拥有的军舰 到一八几年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可不得了了 对吧 那么1606年是菲基尼亚公司 那么所有的这些公司 有的公司都有女王的自己掏钱的股份在里面 他有要求就赚钱 你必须赚钱 有些公司后来就越来越没什么 比如说有的公司可能跟摩洛哥做生意 怎么能有东印度公司生意这么大呢 对吧 英国时间大概允许大家随便成立公司 要到一八几年了 一开始所有的公司都是国王 就是有政府办法的特许照 还有一个东西叫专利 这个东西西方人怎么想穿呢 我觉得也是很妙 就是我们中国有这个情况 就是有一下比如说我们家发明了很好的一个技术 一般的我们要赚钱的是吧 一般都是技术什么不外传的 甚至什么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婿 对吧 要藏好了对吧 那么这样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阻碍了这个技术的传播和科技的发展 对不对 如果技术不外传的话 但是你外传的话 这意味着这个技术就被人给偷走了 你自己得不到好处了对不对 所以有了专利这个东西 第一你要公开你的技术 第二政府来保证你比如说十年啊 如果我们中国今天的这个专利也可以买到多少年呢 就是十年二十年内 谁用这个技术就得得到你的同意或者付钱给你 对不对 但是首先专利是要公开 这样的话呢 别人能够得到你的技术 而你又能够赚到钱拿到好处 对不对 那么实际上我看一些资料 假如说真的把专利的历史讲一遍的话 又可以从古希拉讲起 古希拉什么什么国王曾经发过一个什么文章 发布了一个什么命令 允许什么什么人持有某一项技术多少年 对不对 这就是专利 那么今天讲起来专利历史比较明确的是 1450年维尼斯政府当发布了一张 被认为是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专利这书 允许那个发明人垄断其技术十年 是这样的 那么英国这时候 伊丽莎白女王手下有个很厉害的大神 叫威廉塞西亚 这个人很有名 这个基本上就是伊丽莎白的宰相了就是 他组织起团队各种专利申请进行审核 就是当时很多人都来找政府找女王 说我发明的东西 女王给我一个特许状 我要垄断这个技术十年二十年 然后这个钱要我赚 那么当时并没有一个严格的 我们现在讲的专利局有专业的人来审核你这些人没有的 其实搞到最后都是维莱塞西亚人 宰相自己在看 包括伊丽莎白女王自己在看 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然后他们看的时候 这样的话意味着只有真正的申请的很多 最终拿到国王特许状 每个国王特许状都有女王的亲笔签字 不是说我们今天打印一张印刷一张 可是女王亲笔签字的 真正能够拿到特许状的人其实很少 而且这些特许状往往都伴随着一个盈利目的 女王为什么在上面签字 女王就是要跟你商量 你发明的这个机器 你拿出卖可以赚钱是吧 我女王要分多少 是这样的 这样来的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那么由于这个原因 伊丽莎白这个时代 我觉得这跟宗教啊 跟什么都有关系 比如说西班牙这种菲利二世啊 或者欧洲这种研究啊 她有的时候是理论研究太多 而伊丽莎白女王不是这样的 你提出一个发明 我就要看你能不能赚钱 所以她往往就是实用、新颖、经济 甚至女王我自己投钱进去 当时通常的专利就是说都是要给予NN的垄断 国王或者贵族也要入股 而且要求你这个东西必须能够给我赚钱 换句话说我去比如说我们今天啊 我云雷发明什么东西 我一下别人没发明 我一查资料别人没发明过啊 我赶快先抢先把这个专利申请了 对不对 现在是这样的是吧 在那个时代 不是这样的 女王或者什么维烈赛西啊 或者维烈赛西啊 维烈赛西啊手下的官僚会看 你这东西能替我女王赚多少钱啊 不能赚钱我发明了干嘛 你一定要马上给我做出来 十年之内给我女王拿出多少两银子来 那么马上啊 至少你要说服她们 让她们觉得你这个东西能赚钱 女王就能够 女王就会下上面 那可是女王千笔钱子 是吧 还有一点 另外一点 就是比较黑暗一面 就是那个 因为当时这个英国一直在跟西班牙竞争 特别是海上航海技术的竞争 一上来 在欧洲各地有个间谍网 谁从西班牙那里偷来一种技术 明明是西班牙的技术 你偷来了 给你一个专利特许装奖励你 所以说当时也有这个情况在里面啊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会造成这个英国当时这个情况大家都很注重实用 很注重新颖很注重经济性 而不是考虑我要研究宇宙天体 研究出一个什么宇宙模型啊什么的 这个跟西方传统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吧 好 那么伦敦的这个科技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对不对 我特地要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是美国学者写的叫哈尼克斯 他写了一本书叫《珍宝宫》 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与科学革命 他为什么讲这些事情 这个伊丽莎白时代是发起在加利略等人所发起的这个近代科学革命以前 那么他考察了伦敦人的市井生活中 人们对实用科学的这个知识的热忱 他那本书蛮厚的 讲的非常详细 那么这很多知识我们可能非专业的人也没必要了解 对吧 他是可是真正的找了大量的资料来分析当时伦敦的 生活在伦敦那些人对于科学的这种观念 那么我们他那本书写的那些很形象 甚至于我们可以形象上什么事情 就是比如说一条街上 他叫莱姆街 谁找到一个新的大家都没听说过的动物的标本 或者植物的标本 这是引以为荣的事情 一群人吃晚饭 我去了南美之后发现了一种花 你们没见过吧 这种花 目前的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种花 那么一群人 哎呀这个人 那个人马上说我发现了一种老鼠 你们没见过吧 但是这种社会氛围 普通人的社会氛围 今天我们跟这个同事一起吃饭 好像不会这样吧 对吧 我会拿出一个新的手机 手机现在大家有点眉心 拿出一个新的电脑 新颖的那种东西 我给大家看 这东西你们没见过吧 这个新的 但是那个时代就有一个科学认识 然后呢 当时还有很多人以编撰这种书为光荣 他特地提到了一个叫休普拉特的人 这本书的 哈尼克斯姆书名叫《珍宝宫》 其实就是出自这本书的书名 就是1590年他发表了一本书 叫《艺术与自然的珍宝宫》 这本书几乎是一本自然的百科全书 有各种各样的实验 讲了各种各样的实验 很多实验都是休普拉特亲自去做了的 有的东西它甚至包括什么植物 动物什么医药 这本书的内容丰富得不得了 我们看了这个书以后 今天当然不是很有名这本书 这些知识可能今天也没什么用 比如经常有这本书会记载 某个人发明了一个什么技术 比如说我衣服上沾染了墨汁洗不掉 那个人发明了一种什么液体洗衣液把它给洗掉 这种都会记载 当时伦敦以这个为 大家以此为整个伊丽莎白统治时代 这个伦敦这种气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那么希伍普拉特因为写了这本书都被封绝世了 伊丽莎白约瓦达封维绝世了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最后我们今天可能讲西方思想的历史 或者哲学的历史上就会强调一个人物 就是弗朗西斯·培根这个人 那么我前面介绍的这些专利啊公司啊 这种整个伦敦的这个大家科学研究这个氛围对吧 所以才会有最终我们看到培根这样一个人物对吧 那么培根这个人的人生 其实怎么说呢 也说顺利既顺利又不顺利对吧 有很多不顺的事情 她是贵族 首先她是贵族 她是维莲塞西亚的外甥 好像她妈妈的姐姐嫁给维莲塞西亚的 那算不下外甥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办 就她妈妈的姐姐是嫁给维莲塞西亚的 就维莲塞西亚的老婆 所以她从小就是一个贵族 受过良好的教育 也留学什么到法国去学读书什么的对吧 没什么问题 然后呢 回来就开始做官 但是呢培根这个人在官场上的名称是不太好的 这个是很有名的 培根这个人啊 经常说她贪污腐败吧 反正就这个意思嘛 她经常出入宫廷 她跟伊丽莎白女王认识了 那当然她年龄比伊丽莎白女王小得多啊 她自己也很努力 那么也很会这个阿谀奉承对吧 在苏格兰玛丽的问题上 培根就为银河女王极力主张出私玛丽 因为她当时已经是伦敦的一个议员了 那么1603年是詹姆斯一世继位了 培根很快成为詹姆斯一世的这个重要幕僚 1618年成为大法官 一时期间全清朝野 大法官嘛 我讲过这个英国当时大法官这个位置啊 基本上就是最够 一人之上下半人之上了对吧 结果呢 1621年詹姆斯一世与新兴的英国中产阶级 在议会为了岁数问题产生矛盾 最终双方把培根当成体罪羊 议会宣布了培根的23项贪腐指控 培根被捕入狱 后今詹姆斯一世特赦免于死罪 所以完全比较凄凉 培根最后好不容易当成这么大的官 没几年又被人给搞下来了是吧 那么更重要的是作为哲学的培根 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以后比如说迪卡尔、斯比尼尔、加利略 我可能会另外专门讲西方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 但是培根其实是个特例 不能把培根放到整个西方的哲学科学的这个大树里面去 我觉得它是特例都行的 那么主要是因为英国在当时重视量的科学思想也影响下 培根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了明确提出了实验科学的完整理论 培根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知识就是力量 听说过这句话对吧大家都听说过 这本书是出自他的一本书叫陈思路 这本书未完成 那么他怎么就要提出实验科学的完整理论 他说你们都是演绎推理 从几个公理出发对吧 或者从几个定理出发推出什么的 这些都没有意思的他觉得 首先我们要通过实验观察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看有多少种鸟 我们才能得到植物学的结论 然后他关于当时已经开始 哥白尼啊什么 科普勒已经开始争论 到底什么地球绕着太阳转 太阳绕着就这样 培根对这些事情不屑一顾 他说你们现在看了这么 你们以后仔细看 看个几百年再告诉我 到底地球绕着太阳转 现在不看不着 你们这帮人就拿着笔在数学上算 培根看不起你们这种人的 你们给我仔细观察 那么他写了一本比较有名的书叫《星空剧》 实际上他想写了一套完整的书 叫《伟大的复兴》 就是《科学伟大的复兴》 但是呢这套书没写完 其中比较完整的就是《星空剧》写完了 它是反对亚里斯多德的这个工具篇 提出一切科学理论 皆要通过实验才能读到 这本书确实值得一看 怎么说呢 我说说我自己啊 我是高中一年级看这本书 我当时看了以后 当时可能也比较年轻 不是很理解 但是他里面提到那些事情 很多因为那个时代读的书啊 很多就永远的留在脑海里了 比如说关于那种柏拉图的洞穴的假象 他也提出他的假象 他跟柏拉图的理论完全相反的 柏拉图理论说外面有个理念有个什么 洞里面的人看不见外面 看不见就看不见 我们根据实践我们能够得到自然的规律 看不见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既然看不见的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了人影在荒 人影之间的规律就是人影的规律 对吧 这是他的观点 然后他还提出什么那种 讲古希腊 他是特别强调自然科学 这点很重要 他说你们都说古希腊人重视自然科 我觉得不是 真正的自然哲学也就是从泰勒斯开始 到柏拉图就结束了 就那么两三百年 泰勒斯以前都是什么诗人和马啊 什么赫西德德啊 什么索隆啊这些哲人 这都不是自然科学家 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后 又是整天研究社会人伦 都也不是自然哲学家 真正自然哲学家就那么几些人 对吧 我们现在就是他说 我们就想恢复自然哲学 自然科学 这段话我印象很深大 《新宫剧》里面这段 那么其实培根在当时写这些书 培根再加上他在官场上名称也不太好 对吧 所以说培根这些书 其实他生前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注视 他的生前地位也没有这个修普达特高 修普达特大家都知道有名的学者 国王女王还奉他爵士 对吧 那么哈尼克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就说大家现在都把这个修普达特的正宝宫给忘记了 对不对 今天大家学西方哲学的时候 肯定会学到这个培根 因为培根是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嘛 对吧 那么近代科学哲学另外两个奠基人是谁啊 就是欧洲大陆方面迪卡尔和斯宾德沙 他们提出的是通过演义推理得到科学知识 对不对 迪卡尔和斯宾德沙这个演义推理 迪卡尔大家听说过我在吧 听说过是吧 因为我思考所以我出来 这个是公理吧 大家都承认这个公理对不对 因为我在思考所以我必定存在 这个是不可置疑的公理对吧 从这个公理出发怎么推出两条培音也有不相交 你们试试看 迪卡尔还真能这么做 真的 而斯宾德沙还能从这个推导出什么 郡主制 国家的郡主制社会什么 就是什么样的民主制度 郡主制度应该怎么国家应该用什么样的制度 他们都能从这个方面 从几何些理论来推导 那么如果换了培根的话 完全走到另外一条路 这种为什么要推导呢 我们去实验去观察 对不对 当然了近代实际科学又有培根的这个实验科学这个理论 对吧 又有那个迪卡尔斯宾德沙他们所主张的这个演绎推理 我们实际上是想结合的对不对 你不能光演绎推理对不对 光演绎推理就一个人胡思乱想了 如果光通实验你不想的话 那这个理论也得不到对不对 培根还有一本有名的书叫《信大西洋岛》 培根生前并没有发表过这篇著作 那么他死后别人发表了 他想学柏拉图写一个理想国 他设下一个理想国 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什么样的治理这个国家 是圣人治理这个国家 对不对 培根什么 科学家治理这个国家 当时他已经提出这种观念了 他说这个国家最最中心有一个皇宫 有一个宫殿叫索罗门宫 他是他的理想国家的这个中枢机构 由一群科学家组成 收集各方面的信息进行科学研究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 另外一种翻译过来就是科学就是权力 就是代表了这个有权力对吧 所以他的理想中就是这个国家就是由一群科学家管理 我们今天其实所谓的专家治国嘛 有点这个意思啊 等培根死了以后再过四十年 1660年有一群推崇培根的学者提议下 英国设置了伦敦皇家自然科学知识促进会议 那么今天就是后来就简存 其实就是英国的皇家学会 对吧 1660年设立的 当时已经是法国已经是路易斯斯的 一听说英国设立了一个什么皇家学会 所以呢法国是世界上第二个 1666年设立了巴黎皇家科学院 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培根的这本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那么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大国都设置了 我们中国也有中国科学院啊 中国工程院啊 中国那个社科院对吧 中国有三大这个科学院 那么我们可以回过头一下 400年前这个培根他所设想的这个所罗蒙公 那么今天已经成为 当然还没有打到他 他这里面所罗蒙公是统治一切的 科学家统治一切的对吧 已经到这个程度 培根之死 1620年冬天 他不是已经被人给罢免 就是死罪免掉了对吧 不会处死他了 但是官也没了 钱也没了对吧 所以说完经比较凄凉 但是他1620年冬天 他试验用血保存食物 哎呀他的人生其实也就做过这么一个实验 真正的科学实验 我们看也就做过这个 因为用血保存食物 因此受粮感染风寒后就死了 那培根的人生的职业是个律师 我刚才没讲 他当然也当官啊 他的职业是个律师 所以呢 他的牧师名上 人家给他刻上这么几个字 他是贵族嘛 圣阿尔本子爵 说这个人是圣阿尔本子爵 如果用更显刻的这个头衔 应该称之为科学之光法律之事 这是后人对他评价对吧 当然培根有很多其他的成绩啊 举个例子来说 培根的散文 培根论受文集 这个中国有的 培根的论受文集是写的相当不错 而且当然很多人说了 你看培根写的这么漂亮 他自己做人可不是这么好的 他在官场上可是干过很多坏事 所以说法律方面培根当然也有很多贡献 还有就是培根与莎士比亚的关系 这个呢下次介绍莎士比亚的时候再说 今天也时间关系我就不介绍了 下次再讲莎士比亚了 这样